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白痴有礼系列也能继续拍了 没想到说时隔十个月 还是四万十川的召唤 还是熟悉的紫竹园把角的香里拉西村 那进门呢 先来一个土佐特产的 山柚子条的苏打酒 酸甜柚子香 开开胃呗 在门口大家客气了一阵之后呢 就轮到了今天的主角 高枝县黑浪金枪鱼 首先是切 切完了才能吃 观众朋友们跟我也看了好几回了 就是金枪鱼解体秀 今天这条鱼呢 大概75公斤 有没有你重呢 先是去掉头 然后去掉尾巴 掐头去尾 中段不要 鱼头呢也不能浪费 里面还有几个部位可以吃 比如像脑天 煮鱼眼睛 包括塞盖下面的肉也不错 一整块 那第一刀呢 其实从腹起入刀 往前划开肚子 一直划到胸 那黑浪金枪鱼呢 是一种养殖的金枪鱼 金枪鱼从网像里捕捞出来之后 就会做神经地 就是拿铁丝插进去 然后把神经杀死 还挺疼的想象 然后像市场里一样 也是去掉鱼塞 再把这个内脏团整个 从肚子里取出来 从塞的地方拿出来 之后就是把鱼放入冰水 直接送到餐厅 所以餐厅一般拿到的金枪鱼 都是净了糖的 这个想炒个鱼杂 就没什么戏了 鱼杂虽然没戏 但是鱼头可以做个泡饼 之后是先清理一下鱼鳍周边的硬皮 然后在鱼尾上划一个印记 从胸鳍的方向上下刀 沿着侧面的中线切开 第一刀一般是破皮 但是切不到最深处 所以之后还需要补一刀 才会切到骨头 不过一般还是不要先切透 等最后取肉的时候再切 否则再处理腹部的时候 就会比较麻烦 砍掉脖子处的连接 整个腹部就可以拿下来了 那腹部呢 其实是比背部更贵的 因为这部分是鱼的大腹和中腹 集中的地方 那大腹中腹和赤身三个部分 它的脂肪含量是依次降低的 然后价格也是依次便宜的 比如从这个手握寿司的价格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拿回转寿司来举例 比如说100烟可以买一盘 就是两个赤身 但是一个中腹一盘 只有一个就要150烟 好像鱼脖子这个位置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更高一些 不过虽然卖的价格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 不能说就贵的就是好的 比如我就比较喜欢中腹 而赤身呢 它会有更多的风味啊 比如像酸味啊 平凡 普通 简单 朴素 贫穷的味道等等 反正有的人吃东西 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所有吃点有牌面的 比如什么30块钱呀 带个小钥匙凝开的 80%都是空的的鱼子酱 我们可以聊一聊金枪鱼的品种 像金枪鱼鼠下面一共有七八种金枪鱼 那常吃的品种 就比如像什么大木金枪鱼 黄旗金枪鱼 长旗金枪鱼 北方蓝旗金枪鱼 和没有暖气的南方蓝旗金枪鱼 要便宜的是长旗金枪鱼 大木金枪鱼和黄旗金枪鱼 那就像好多超市里 卖那种不是超低温的冷冻产品的 就是大木金枪鱼 那玩意解冻了呢 颜色特别暗 然后特别柴 也不怎么好吃 那像长旗金枪鱼 它不是长旗线的那个长旗 它是旗很长的那个长旗 鱼中鹿飞 比如好多吞大鱼罐头 就用的这种 黄旗和大木的价格也差不多 贝旗和富旗都是黄色的 常说的蓝旗 就是北方蓝旗和南方蓝旗两种 北方蓝旗的价格 会比南方的贵一些 那野生的品种 会比养殖的品种贵一些 但其实反而是养殖的肥度 更好一些 但是价格高在野生的味道更好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养殖的鱼会比较肥一些 因为运动量不够啊 它除了吃就知道 每天玩手机 看视频 打游戏 看剧 刷微博 吃瓜 逛小组 那天然的金枪鱼 没有美团 没有饿了嘛 那吃饭都得自己亲自去一趟 因为吃的丰富一些 味道会更好 运动的多 肌肉组织的口感 和肥的均匀程度会更好 那说到了养殖呢 也多说两句 就像陆地驯化家畜的这个过程一样 当人们半只脚 迈入了农工文明的时候 那时候房也买了 抓到猎物也吃不完了 那就把陷阱里捕获的猎物呢 养起来 小野猪慢慢养成了大野猪 然后野猪呢 也变成了家猪 金枪鱼也是这样 现在大部分的养殖金枪鱼 虽然叫养殖的 但还处于野生的小金枪鱼 养成大金枪鱼 然后杀了吃了盗猎 当然看过食材之国的朋友们都知道 什么是拥有大学毕业证的 近大金枪鱼 就是近基大学在研究出了一种 完全的养殖技术 所以完全养殖呢 就是家猪金枪鱼 通过兽菌卵孵化呢 然后从幼鱼长到了成鱼 完全由人工控制的养殖方法 然后这两种养殖呢 其实在高枝县都有 但是大部分还是天然养殖 因为其实鱼苗的资源挺丰富的 那去大海里 直接抓小鱼不就好了吗 这个小鱼呢 还是经过大自然筛选的 比如像什么身体素质不好的呀 都已经洗掉了 抓回来呢 就养在网香里 然后喂蛋 那其实影响近江鱼味道的因素 还有很多啊 比如像环境啊 饲料啊等等 高知见近江鱼养殖 比较极重的地方 叫大跃厅 当地呢 环境比较优美 是一个潜水圣地 水质比较纯净 没有污染 当地有特别丰富的天然的鱼苗资源 称为YOKO 另外呢 当地是黑潮的海域 水流比较湍急 水温和流速也非常适合 运动量比较大的金香鱼生长 资料只用天然的沙丁鱼和青花鱼等等 它们会限制一个网香中鱼的数量 这样平衡了这个养殖环境 对鱼也好 对生态也比较好 综合众多因素呢 才能保证每条鱼毕业的时候都很优秀 然后回到这个套餐呢 就是一个九宫格的金香鱼主题定时 悄悄地跟大家说 我以为这些只是个前菜拼盘 里边包括了像金香鱼沙拉呀 炸金香鱼 制金香鱼 金香鱼太卷 刺身 南瓜煎金香鱼 然后南瓜墨鱼煮 茶碗蒸和一个水果 哦 还有一个味增汤 这次新装备了一个索尼的ZV1 非常便携 多一个机位呢 而且这个产品展示的功能特别好用 放上就能对上 再也不用当美妆博主了 当然除了吃也少不了喝 这个酒壶就挺有意思的 在倒完清酒之后 单独再把冰放进去 当天的配餐也都是高支线产的清酒 不过清酒的话题 我们下期节目再说 因为有12款高支线的清酒等着你 咱们下集再见 不过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下关注 并且一键三连 并且一键三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